山西洪桐县黑砖窑拘禁农民工的案件震惊了全国 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和山西省部署了砖项行动后 截止到星期六已经有548名民工被解救出来 同时该砖窑的包工头横廷翰和他的妻子也已经在湖北省被抓获 洪桐县的这家黑砖窑现在已被查封 现场只剩下破旧的鞋子和砖块 山西省政府的清查行动从上周五开始以来 许多当地的黑砖窑已经停止运作 已有超过500名黑窑工被解救 在山西的运城一带 许多弱大的窑厂只剩下不到10个人在工作 许多民工已经回家 洪桐县527黑砖窑事件曝光 31名受害的农民工被救出后 政府实施专案取缔非法黑工和黑砖窑 也将对独职干部严厉惩处 并探索建立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长效机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